前一段时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跟大家讲我们刚上架的一台CT200H 这台车呢 如大家所用啊 混动电池也坏掉了啊 我们在那篇文章当中 跟大家讲了很多换电池的故事 那么换下来的电池干什么呢 说实话 如果把这个电池交给回收电池的那些 二手电池经销商来说的话 其实这套电池是不值什么钱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留下来 那总得废物再利用对不对 我们自己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这一期就做两个给大家看一看 我手里的这个薄薄的一片呢 就是CT200H用的这个涅轻的动力电池 车子里面总共装了12组24节这样的电池 每个电池大概有一公斤左右的重量 所以整个电池组的分量呢 要比我们之前给大家拍视频讲的那台GS450H 要低很多 我们想到的第一个用途呢 其实就是做充电网 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想法了吧 既然要做充电网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这块电池 它有多少的电压 电池的两端有罗柱 它们是正负级 在我的左手边是负级 右手边是正级 上面还有些乱七八糟 其他的东西 有些通气的有些安装的孔位都不太重要了啊 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正负级 我们可以看到是8.24伏8.2伏 这个电压就说明这块电池其实是体质较好的那一块 我们整个这个20节电池呢并不是所有的都坏了啊 有些还是一个正常的工况 既然知道了我们的电池是8.2伏的这个输出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网上买了这个东西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DCDC的转换模块 这个可以把8到16伏任意电压的一个输入 变成一个5伏的USB的这样的输出 而且可以差4个 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电线对吧 我也都准备好了 开工 哦 大家可以看它已经亮灯了 已经可以充电了 这块电芯电池呢 它的这个输出电压是8V多一点 而它这个容量呢 我网上查了一下是6.5安时 换算成5伏差不多就是1万毫安时左右 刚好是我们带上飞机的一个零件值 但说实话 这个块头这个重量啊 比锂电池的那个充电宝要差远了 这其实聂心电池能量密度低的一个代价啊 就它这个块头 让我一点带上飞机的冲动都没有 其实拿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是一方面 那我这块大充电宝 要是电用光了该怎么办 我也得给它充电啊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再多花个10块钱 从淘宝上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充电头过来 非常的简单 这是给我们家用的那些5号镍氢电池充电的一个充电头 然后我给它改装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15块钱左右 改装之后呢 就是把它原来的那种圆形的接线柱给切掉 切掉之后装了两个这样的一个电钱 然后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这个跟我们平时给车子磅电是一样的啊 千万别接反了 但如果真接反了 就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因为它带一个反向的保护 它自己会断开 但如果说您买的那个质量不太好 反向保护不是很到位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让你的整个就形成一个短路了 对吧 正负极接好之后 找个插头一插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得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充电器呢 它最大的充电电流只有1A 这个是给5号的那种小的孽性电池充电的 所以电流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如果给这个6.5A的这个大电池充电的话 再除以一个它的效率 差不多充满它要8个小时左右 如果光是做一个充电宝 是不是没有什么想象力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用在一些更带劲的场合 我就想啊 既然它是汽车上用的动力电池 我们干脆就把它用在车上行不行 所以我就找我的同事们去借车 无论你是该新能源的 还是开普通的车 我总是能找到地方用这块电池 但遗憾的是 它们一个都不接 所以我去跟我挚爱的家人们去说 果然他对我的支持是没有条件的 什么都答应了 我把你的那个越野车 电动越野车拿过去做个改装可以吗 可以啊 真棒 这就是我儿子的作家 这台玩具越野车 其实我买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 玩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它里面原来用的那个 7节小的 镍氢电池组合 二绳的那个电池组呢 其实已经早就坏掉了 整个的续航 我估计不要说500米了 50米估计都跑不到 我们把车壳子卸掉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平面 所以我就在想 能不能把它这样放着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这个玩具越野车 它的这个弹簧刚度是非常小的 我们这个大概一公斤左右的这个 电池往上一放之后啊 这个弹簧就下了很多很多 这个车的这个规格 跟大家说一下啊 它有三个电机 有一个呢 是负责转向的这个电机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电机的声音啊 另外两个就是负责 前后轴的这个驱动 两个的这个减速比都很大 所以说它车子 其实跑的不是特别的快 刚才也说了 这台车用的7节标准的 镍氢电池 算下来的电压 刚好是8.4V 跟咱们这块啊 非常的接近 所以也不需要用调压模块 但是呢 我没事找事 我想给自己做一个 速写的电压表 这样车子跑没电了 我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还 自作聪明啊 买了一个带调压功能 虽然我没有调压的需求 但是它的确是带一个调压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左右按就可以调低调高电压 结果这个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 这个东西接上电之后 能够显示我们的电压 和损失的一个电流 但是呢 卖家说这个东西 有升压和降压的功能 但是我用下来发现 它其实只有降压 没有升压 因为它本身还有一定的阻抗嘛 所以当我8V的电池 接到这个输入端的时候啊 它实际上能获得的电压 只有7点几幅 最高也就是7.5V输出 而7.5V的输出 放到这样的一台车上 正常的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起步那一瞬间 需要比较大的一个损失电流 它是没有办法给出来的 所以啊我琢磨了半天 为了能把我们这个电压显示的功能给用上 我呢 又拿了一块过来 两块电池的这个容量肯定是要更大一点 但是我最担心的 就是它的这个重量问题 基本上把我们这个悬挂的这个弹簧 这个行程全部都吃光了 这两块电池呢都是6.5A 加起来就是13A 而我们原装的那个电池呢 只有1A 1000毫安时的这样的一个小电池 所以说它的续航理论续航 是全新车辆的大概13倍 而这台车刚买来的时候我跑过 新车状态也就是500米的续航 装上这两电池之后 理论上它可以跑6.5公里 玩具车嘛你知道它控制的距离并不是很长 所以它要真跑6.5公里的话 我就得在它后面屁股追着6.5公里 每天能把这个电池跑光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锻炼人的事情 其实我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 因为原先用的是一个防错的一个防贷插头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为了方便使用 我现在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延长线 延到了车外 方便我们去接线 16.19伏 其实我也想过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的好看一点 整洁一点 是不是要做一个外壳 钢铁战车的这个样子 考虑到我们节目向来是没有什么经费的 能买这么多东西 我已经是捡了不少矿泥水瓶子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胶部伺候 每一个优秀的工程师都要擅长使用 胶部 几秒钟之后 预备发射 可以了 太好了 试车去 出发之前 给他再贴个斯科达的女神标 这是咱们斯科达的第一款 纯电动汽车 并 Dans一国 四川 三 减 四川 ako 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